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红白小汤圆打碎变成粉状 试剂瓶中加入70盐巴跟水 搅拌均匀再滴入93 放进机器蒸溜萃取 萃取15分钟后 慢慢有透明色液体流出 利用针头过滤杂质后就能上级分析 我们的极二氢酸是这条红色的 我们的电脑里面的数据是红色这条 那简体的是蓝色这条 可以看到它们的线几乎是重叠的 表示它们的数就是 它们几乎是一样的东西 分析结果 四维市场贩售的红白小汤圆 含有俗称防补剂的几二氢酸 比起每一家防补剂的汤圆 可以多放一年以上 而东门跟环南市场的汤圆 经过测验则是安全过关 几二氢酸也会融于热水当中 所以几二氢酸它虽然对于小孩子 甚至于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可能有呼吸道 然后另外还有肠胃道上面的一个不适 然而可以透过减少去摄食 这一个汤汤水水里头的几二细酸的一个量 但汤圆小心别吃太多 像这颗包线花神汤圆 单颗热量75大卡 号称最旁汤圆 另外奶茶口味一颗74大卡 芝麻汤圆一颗71大卡 鲜肉汤圆一颗60大卡 抹茶口味一颗61大卡 添汤圆吃四颗 热量等同一碗白饭 花生跟芝麻处于油脂类 它里面的油脂量 它里面有加一些乳化剂 它主要在让我们的油水 之后中间可以融合在一起 不要搭配甜糖 比如说像红豆汤等等的这一类的 我们可能就不要搭配 因为它的热量相对是比较高一点 应景吃汤圆还是要注意品尝的量 不知道是否有防腐剂 在保险的方式就是不要喝汤 多喝水一侧安全